转眼兼Tier总代理台湾森纳梅奇亚,已经在台湾成立10周年,不仅在2023年达到10,188辆新车的领牌成绩,其中豪华修旅Tier Carnival更销售超过3000辆以上,最新推出限量100辆的特式车Carnival Space Edition,已建议售价204.9万上市。 最重要的是在原本195万9的增贵8人座车型基础上,升级配备总值19万元,但只加价9万元,主要是外观加入专属陶瓷银车色,还有19寸Stellar Black旅圈,车头补上了投射式LED前卫三维科技头灯,并升级原本顶级车型独有的12支扬声器Board环绕音响系统,Carnival Space Edition也搭载12.3寸整合智慧型全数位仪标板,搭配12.3寸多媒体影音触控系统,打造出panoramic环境式数位座舱, 此外双前座搭载8项电动可调式座椅,并具有通风和加热功能,同时拥有多机能全尺寸车式座椅,具备载务模式,居院模式,儿童安全座椅模式和会议桌模式,其中在会议桌模式下,可将第二排座椅转向面对第三排座椅,并将第二排中央座椅放倒作为中央的会议桌,可让二三排乘客面对面交谈拉近彼此距离,同时实现出由同乐或商务洽谈的功能需求。 在儿童安全座椅模式下,可将中央座椅单独反向,面对第二排乘客,让后座家长与孩童同享亲子时光。 至于动力以及主被动安全部分,搭载Smart Stream 2.2升涡轮增压柴油直列四缸引擎,拥有202匹最大马力以及45公斤米最大扭力,搭配E-Shift 8速电子旋钮排挡系统,并搭载Drive Mode可变形车驾驭系统,让驾驶能自由调整Normal一般,Ego节能,Sport运动以及Smart智慧四种行车模式。 至于DriveWise智慧安全辅助系统,达到Level 2半自动驾驶等级,包含SCC全速域智慧巡航控制系统,FCA前方主动防撞辅助系统,含行人骑士车辆以及入口侦测,加上RCCA后方交通防撞主动刹车辅助系统,SCA后方来车防撞安全辅助系统等,同时拥有BBM盲区显引辅助系统。 至于海外小改款拥有全新外观的Carnival新车,预计最快将在2025年在台湾推出,您觉得最新上市的特市车Carnival Space Edition是否达到您对豪华休旅的期待呢?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,感谢您的收看,也请继续支持猪猪哥来聊车,我们下次见。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,这不是药,保养习惯就要从现在开始,90天青春有感计划拥有弹性美肌,超级easy,输入推荐代码,还可以赏有更多的额外优惠折扣咯。 搜索中天车厂家,分输入atcticar,就是cticar,就会找到我们咯。